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你跟你好朋友玩什么好赌啊 你拿走他那么多钱 他还过不过了呀 还有你 韩逸 你平时这副手材奴的模样 你怎么到赌桌上那么冲动呀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 但不能侮辱我的牌 你快拿回去 我 我不要 行什么呀 这鞋现在是我的了 我给你了 快去 快去 我跟你们说 我可给你们都照相了 你们要是再不把钱拿回去的话 我就去报警 说你们聚众赌博 还想让我替你们消散 好聪明 说你傻 你还真就冒冒泡是吧 给你钱 把你急成这样 不 你要心里过不去那道坎 当这钱我借你的 总成了吧 你先把戒指的事给解决了呀 韩逸 那我就更得说你了 上次你爸爸来吃饭的时候不是说了 他特想开小饭馆 就是没有启动资金 你都有这么多钱了 为什么不能帮帮他呢 这点钱买戒指都买不了色 色戒那种 甭说什么开饭馆了 而且我压根就不同意我 我爸开饭馆 他五行熟水开饭馆要动火 那谁投资不得赔个底调啊 你这都什么外里邪说呀 好聪明 这钱你就拿着吧 有钱再还吧 这 这就是啊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啊 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 我连利息我都还不上 万一韩逸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这样的东西 你别 别揍我啊 你才有个三长两短 韩逸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有这么多存款 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孝敬父母 而不是我这种浮云般的房客 我真是有段日子 没听过这样的大道理 救急不救穷嘛 而且你又不是什么 一支千金的大户 你帮我顶多算是个穷帮穷 下帮 再说我想借钱 我早就借到了呀 你们堵堵堵堵堵 还堵出主人为乐来了你们 快把钱收起来 你这从哪个星球找来的女朋友 白给的钱不要 还义正言辞地批评了好心人 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她到底来自哪个星球 不是 我们那么明显地放水赌博 她看不出来 等到钱到她面前了 她反而精明起来 你懂什么叫大智若鱼吗 她要是那么好骗的话 我拍你担干吗呀 想点靠谱的招吧 别尽能这些违法乱计的事 让她抓把柄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我整行医院那边的朋友回复我 说我可以给一个特别好的折扣 太好了 这别烫 喜欢吃尽量吃 有关后续的问题呢 我会尽力帮你处理 好 你稍等我一下 来 我警告你 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拉皮条也算是工作的 别歧视啊 行行出状元 我可以不打搅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或者是给我一个你当天不在场的证明 要不然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我有必要让警察知道 他们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嫌疑人 不要恐吓我 你们这些读书人也喜欢威胁人 李琴也是 怀上了个孩子的大惊小怪 还跑到我的医院去闹 我能不甩任他吗 你们数字交易全白费了 我找到了一本李琴的笔记本 上面全都是你的名字 而且都打了红茶 这有什么奇怪的啊 李琴做掉我的孩子 对我恨之入骨 但谈恋爱是你情和我愿的事情 你可以拿这件事告诉警察吗 你是不是去图书馆偷窥过李琴 你别给我乱扣帽子 我堂堂爱情顺手 不屑干那种投鸡母狗的事 我泡妞名字来 叫职业树药 那你有当天不在场的证明吗 我看 需要不在场证明的人 是你才对 你什么意思 我确实跟这件事情有点瓜葛 但观点性很低 那天晚上我也在那家KTD 我们玩得很晚 一直到天亮 很多人可以证明 宝贝 我单身那么久了 真的很久没有心动过了 喂 喂 电梯信号不好 待会儿打给你啊 老德姓 老招数 老台子 你怎么老阴魂不散啊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形同目录 别再跟踪我 别再纠缠我我可以 放轻松 你还真把自己当贝克汉姆了 还差着远着呢 再说了 分手了咱们还可以是朋友啊 更何况 我现在的裙下沉多如牛毛 早就不在乎以前那些事了 哦 是吗 你真的该去照照镜子了啊 乱长相 你就一经济舱 乱身材 你就一飞机场 乱钱财 月光一卒 别撑了 还裙下沉多如牛毛 我看你就一孤家寡人 别再跟踪我可以 不装逼 咱们还是朋友 李琴最后摟的那个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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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吗 不是你吗 好跟问题的爬到自己身上来了 我 我的不在场证明 不但证明了我真的不在场 而且还证明了李琴消失前 是跟你在一起 从这角度上来看 咱俩都是怕警察的人 听人去呢 别吃饱没事干 要不然 你会死得比我还要惨 你会死咱俩 是啊 你不恢复吧 日子 啊 是 聊天 你这干嘛呀 后备箱由我天天打折的时候买的纸巾 韩逸 韩逸 这箱子是谁的呀 你那儿是西川的 你这箱子是谁的呀 你这箱子是谁的呀 你那儿是西川的 我怎么可能有这么没设计感的箱子 不会是西川要离家出走吧 出出出你妹的走 一看就是西川拉客的时候哪个客人遗忘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长长有的事 长有的时候 行了啊 把东西都割大堂 我停完车过来帮你办 好 吃的喝的分类出去 食物呢要放在保鲜盒内 厕所没有卫生纸了记得顺便换一下 我呢要为了你们的蹭吃蹭住疲于奔命去了 那这箱子怎么办啊 暂时先搁这儿吧 好 加油 加油 一切顺利 箱子已经取回来了 聪明没觉得不对吧 咱是还没了 但咱不能着急打开 太着急回现在家 怎么了这是哭丧个脸 端一并有不在场证明 她说你就信啊 那得查问一下呀 这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她还是看见我和李琴走出KTV的目击者 那天她也在KTV呢 在我跟李琴走之前 她们还简单地交谈过 那我觉得就更可以了 是不是她跟李琴的谈话 让她恼恼羞成怒 然后看着你们走出KTV 她就一直尾随在后面呢 她在包房里就一直没有出来过 她有很多朋友可以替她作证 那没准是撒谎啊 我觉得是有人在撒谎 但不是段一平 谁啊 美玲 不行 我越想越不对 我得去找找美玲 聪明的事就交给你了 大哥我求求你了 你现在已经打扰到我正常生活了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神秘人了 要知道我能不说吗 你懂的 像我这种爱钱 生过爱生命 爱自己亲接亲疤的人 你有钱我能不挣吗 问你个问题你别介意 问吧问吧 你跟李琴有过节吗 你开什么玩笑 我跟她那有什么过节 我们只不过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平时的生活都没有交集 各玩各的 既然关系这么一般 为什么在她失踪之前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呢 你怎么知道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我可没说 也许在打给我之前 她打给了很多人 只不过是人家没有接或者是关机了 毕竟都大半夜的 不对啊 这不更说明我们俩没有过节了吗 不然她为什么打给我 有道理 你什么意思呀 你不会是怀疑 我跟这事有什么瓜葛吧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你给我的所有线索 都看似让事情有所进展 可其实呢 都让我越走越远 我想不清楚 你这么做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我们呢 只是买卖关系 你出钱 我说线索 事情的来龙去脉 线索是不是有用 我根本没过脑子 至于是不是越走越远 应该是你的问题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而已 再说了 你不都另结新婚了吗 干吗还总编辑这李琴呀 既然没有线索 不是又死罢手活了 让我罢手 才是你真实的目的吗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你别不是好人心 我不会就是看你每天 纠绝一这件事情上 还这么痛苦 你现在对好聪明也不真心呀 女人 没有一个不下意男有前任的 我们的事用不着你管 好 走了 算我多管钱的事 一二三 三二一 六六六 八八八 全是我了 都带不开 试试三 三个零吧 试试三 三个零吧 那么弱智怎么可能 别用一种看小偷看流氓看一通缉犯的眼神看我成吗 我一内向型的良民承受不了 你怎么知道的 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 这种箱子的出厂密码设置肯定是三个零 再说了 一个能把箱子落在别人后备箱的人 那肯定不是什么谨谨慎的人 是不是 那也就肯定会懒得改密码 你这种歪理邪说 偶尔也能蒙对个一两回 谦虚点吧 当你们都在看琼瑶三毛张爱玲的时候 哥们可正在通读大不列天摆摆颗全书呢 都什么东西 好 二四 二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整整三十八 你快快快打打我一下 我 我就是让你轻轻打我一下 你还给我来如来神掌呢 怎么办 这么多钱非来横财 怎么处理 还有想吗 甩开膀子花呀 你说 我开一慈善气口 收留你们这些老弱病残容易吗我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衣衣不避体 饥寒交迫的日子 苍天终于睁开了双眼 谢谢 马上给我订三张去马尔大夫的全家偷偷等藏机瓶 咱们趁着夜色就出发 迎着马尔大夫的朝阳 开始崭新的生活 先待他个小小半年 钱花光了咱们再杀回来